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 换做他也不会帮助我的 医生让洛伦佐解释他眼中的正常意味着什么 他不以为然地说 正常就是正常 没什么 随后就结束了和医生的聊天 离开心理咨询室后 洛伦佐没有立即回家 他先是戴着耳机 站在路边吃了一个热狗 之后才不慌不忙地回了家 刚进家门 洛伦佐就听到了妈妈在打电话 他捏手捏脚靠近打电话的妈妈 即使那么近 妈妈也没有发现他 当妈妈对电话那头的爸爸说想要打开这扇门 需要的是一个局外人 既不是你 也不是我 妈妈不曾想到 自己的门还没给洛伦佐打开 却早已将原本带着多少希望的洛伦佐拒绝在门口了 洛伦佐用薄纱慢慢地缠绕着自己 他矛盾地给自己裹上一分无奈 一分叛逆 一分绝望 如薄纱那般的禁忌 第二天来到学校 讲台上老师问还有谁没有交学费 如果再不交 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坐在下面的洛伦佐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学费 毫不犹豫地将信封中的学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放学后 所有人都是结伴而行 只有他是一个人 偶尔有个女同学想叫他一起 也被一旁的男同学制止了 不过这一切 洛伦佐都不在意 他更享受一个人的时候 离开学校 洛伦佐去了五金店 他交给老板一把钥匙 让老板帮他复课 拿到钥匙后 洛伦佐就回了家 傍晚 母亲带着洛伦佐去餐厅吃饭 他怪异的行为和言论惹得母亲十分不快 晚上躺在床上 洛伦佐又开始幻想妈妈和爸爸在议论自己 又是新的一天 洛伦佐放学后 先是去了宠物店 在众多奇怪的宠物中选中了一箱蚂蚁 接着去医院看望了奶奶 看得出 奶奶是很爱她的 最后她去了超市 用学费买了七天的食物 完成了所有的准备事项 到了晚上 洛伦佐兴奋地睡不着 第二天 妈妈开车送她去参加学校的冬季滑雪营 路上洛伦佐故意发脾气 或使妈妈不得不将她放在半路 让她一个人去集合的地点 这其实也是洛伦佐计划的一部分 假借去参加滑雪营离开家 其实是偷偷藏进了地下室 并且打算在这里度过属于自己的七天 整个计划缜密 准备周全 有趣的是 这处地下室位于洛伦佐家所在公寓的下面 她选择居家最近的地方藏身 似乎也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既想要逃离 却时刻也不愿离开 多么矛盾与无奈的抉择 洛伦佐不但准备了七天所需的食物 还带了她想看的书 想听的音乐以及宠物蚂蚁 并且顺利骗过公寓保安 成功入住 晚上妈妈打了电话 询问她在滑雪营锅的怎么样 她有模有样的回答 成功骗过了妈妈 挂断电话 洛伦佐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狂欢 但毕竟她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 深夜 听着外面不明生物的叫声 她也会被吓得睡不着 搬来一个雕塑放在床头才敢睡去 第二天一早 洛伦佐将昨天的垃圾装进袋子 然后将袋子拎出房间 原本荒废的地下室是不会有人来的 可就在洛伦佐扔垃圾时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洛伦佐被吓得慌忙逃窜 原以为女人已经离开 没想到 离开的女人又折返回来 将洛伦佐从一堆家具中拽出 女人喊出了洛伦佐的名字 这时洛伦佐才认出女人 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利威亚 洛伦佐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奥利威亚说 她是来找自己的东西的 说话间她就开始翻找起来 终于在一个写着她的名字的纸箱中 找到了她的镯子 找到东西后 奥利威亚接到朋友的电话 要去找她的朋友 离开地下室前 洛伦佐嘱咐她不要和任何人说见过她 奥利威亚走后 洛伦佐在奥利威亚的纸箱中 翻到了一本相册 里面的照片都是她和她的母亲 其中还有一张奥利威亚的艺术照 洛伦佐将她单独拿了出来 夹在自己的书里 没有了别人的乱入 洛伦佐再次开启了一人形 但这样的平静也只持续到晚上 洛伦佐再一次被奥利威亚惊醒 她在外面不停地叫嚣着 甚至威胁 如果不让她进来 她就将整栋楼的人都叫醒 最后洛伦佐不得不将她放了进来 就这样 两个人短暂地生活在了一起 洛伦佐告诉她 这个地下室 是爸爸从一个落魄的女公爵手里买的 并且允许她继续住在这里 直到她死去 但其实女公爵就是她和爸爸 拥有毒的巧克力杀死的 为的只是可以早点获得房屋的产权 看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 洛伦佐为什么会有异于同龄人的想法了 早上醒来 奥利威亚匆匆忙忙出了门 当她再次回来的时候 正好碰上洛伦佐的妈妈打电话查岗 妈妈在电话那头一直要求和老师通电话 最后还是奥利威亚接过手机 冒充老师和她通了电话 洛伦佐才得以再次蒙混过关 奥利威亚也以此为借口 要挟洛伦佐同意自己在这里住下 上一秒 奥利威亚还表现得盛气凌人 下一秒她的脸色就变得十分痛苦 最后甚至呕吐了起来 一旁的洛伦佐不明所以 只能将她拆到沙发上 这时奥利威亚才说出自己是毒瘾发作了 而她之所以到这里来 也是因为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戒毒 在安眠药的作用下 奥利威亚很快就睡着了 深夜 洛伦佐从睡梦中醒来 打开手电筒一看 沙发上已经没有了奥利威亚的身影 她顺着微弱的声音 在旧衣柜中找到了蜷缩成一团的奥利威亚 奥利威亚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如此难堪的样子 用发抖的声音让洛伦佐离开 洛伦佐将柜门缓缓关上 早上醒来 洛伦佐听到厕所里奥利威亚痛苦的喊叫声 就赶忙起床查看 看到的却是她没穿衣服摊在地上 极其狼狈的样子 奥利威亚知道 自己现在的样子很不堪 看到洛伦佐进来 就立刻将她赶了出去 洛伦佐从旧衣柜里拿来了女爵留下的旧衣裙 小心翼翼地将裙子挂在厕所门上 奥利威亚终于熬过了这次毒瘾 恢复正常的奥利威亚告诉洛伦佐 她之所以要戒毒 是和一个男人约定 她戒毒后 男人就带她去农场骑马 也许他们还会留在那里生活 他们在一起聊了很多 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过去 天也终于亮了 就在这时 奥利威亚再次被毒瘾侵蚀 她不管不顾地放声大哭 为了不被发现 洛伦佐只能捂住她的嘴 好不容易熬过一天 奥利威亚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她歇斯底里地要洛伦佐 为她找安眠药 两个人争执时 洛伦佐不但摔烂了自己的蚂蚁箱 还弄伤了奥利威亚 奥利威亚恳求她为自己找些安眠药 无计可施的洛伦佐 想到了奶奶平时会吃安眠药 就连夜坐公交车赶去了奶奶的医院 趁看守的护士不注意 溜进了奶奶的病房 悄悄地将她包里的安眠药偷了出来 拿到药后 洛伦佐就立刻赶回了地下室 将药交给了奥利威亚 可当她走进房间 却看到了一个陌生老男人 奥利威亚解释这是她的朋友 她是来帮忙自己的 顺便还要买她的作品 老男人想要带奥利威亚离开 却被她以洛伦佐为由拒绝了 一旁的洛伦佐 更是直接将老男人的皮鞋扔了出去 奥利威亚捡起鞋子拿给了男人 然后将她送出房间 离开前 老男人付给奥利威亚一笔定金 将老男人送走后 奥利威亚和洛伦佐相识一笑 原来 洛伦佐刚才的生气都是在演戏 只是为了将老男人赶出去 喝下安眠药的奥利威亚很快进入梦乡 洛伦佐从电脑上看到她许多的拍摄作品 原来她说卖给老男人作品不是在骗她 奥利威亚睡着后 房间里只剩洛伦佐一个人 她无聊地原地打转 甚至又放大镜观察奥利威亚的头发 最后实在无事可做 洛伦佐看着剩下的安眠药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睡着前 洛伦佐将自己的简易床铺 推向奥利威亚入睡的沙发 好让两个人更接近 但因为她使用的药量很少 所以她很早就醒来了 今天刚好是她结束滑雪营的日子 洛伦佐背着行李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回了家 但很快她又返回了地下室 她就那样躺在奥利威亚的身边 又不知过了几天 奥利威亚终于醒来 几天没有进食的她急需食物 但之前的食物早就被蚂蚁侵占了 奥利威亚直接拿起洛伦佐家门的钥匙 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 在洛伦佐拿食物的时候 奥利威亚悄悄走到了洛伦佐的妈妈身边 她的眼神终渐被仇恨填满 就在这时洛伦佐走了过来 她看着奥利威亚仇视的眼神 小声哀求她离开这儿 奥利威亚看着一旁苦苦哀求的洛伦佐 还是选择放弃了仇恨 他们拿着从家里偷出的美酒佳肴 再次回到了地下室 两个人把酒言欢 庆祝明天可以离开这里 奥利威亚借着美酒 她现在向洛伦佐介绍自己以前的作品 原来她也曾经靠着自己的艺术天赋 混迹过纽约 甚至在自己19岁时拿了国际大奖 但这一切都在她染上毒品后戛然而止 奥利威亚看着眼前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其实她早就看穿了这个叛逆 却不是真诚的小大人 她告诉洛伦佐 你与世隔绝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冷漠不是一件好事 你会变得冷血自私 当奥利威亚伴随着意大利语版的 Space Oddity边唱边跳 最后甚至拉着洛伦佐相拥而捂时 他们似乎被那神奇的血缘关系 丝丝残绕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夜晚他们相拥而眠 奥利威亚告诉洛伦佐 别再躲起来 你已经长大了 是时候选择一种生活了 偶尔散漫一下倒是没有关系 而洛伦佐也要她答应自己 永远不要再吸毒 两个人互相承诺 会开始新的生活 可就在洛伦佐睡着后 奥利威亚竟起身打开房间的窗户 将伊达前递了出去 这时一只手突然伸进来 将一包白色物体运了进来 奥利威亚着急忙慌地 结果东西坐在沙发上 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纸壁 将纸壁卷成桶 就在她要将东西吸入口中时 她抬头看着不远处睡着的洛伦佐 最后她还是将东西塞回了烟盒 第二天 天还没亮 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 洛伦佐将所有的东西恢复原状 就好像这里从来没人来过一样 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七天究竟改变了他们什么 洛伦佐将奥利威亚送出地下室 奥利威亚看着外面的一切 站在公寓大门口 迟迟不肯走出来 最后在洛伦佐的鼓励下 奥利威亚大胆地走出公寓 她跨着洛伦佐的手臂 她笑的是那样的开心 分别前 他们深深拥抱了彼此 洛伦佐是姐姐的地下室 奥利威亚是弟弟的墙 送别奥利威亚 洛伦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电影最后定格在洛伦佐 那张充满青春的脸上 影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也没有华丽的镜头 却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真实感 影片中特意展示了奥利威亚的作品 从她以往的摄影作品中 可以看出她纠结而多思的曾经 她的部分作品都将人心引在实物中 仿佛在对躲避现实世界的行为 进行一种虚化和异化 在孤独中几乎快要溺毙 却还努力挥动手臂游泳的隐喻 也令人感慨 你的幽闭 我的隐藏 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 都是在对抗着外界所带来的痛 都是在挣扎而活 影片中奥利威亚有一段话 如果我们不去思考 我们就会变得一样 没有思考 我们就不会针对彼此 会接受一切现实 不再做任何评价 但是能思考 毕竟还是好的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处处充满压力 残酷 但我们作为一个人 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挣扎 挣扎累了些会儿 接着原地思考 该怎么继续挣扎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蛋妹 我们下期再见